你好,我是瓦西科技技術部負責人,畢姓王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瓦西科技的產品 那瓦西科技成立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說能夠提供醫院或者是診所 一個平價的醫療級顯示器的一個替代方案 因為外面現在醫療級顯示器太貴了 所以造成醫療級顯示器無法普及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能夠提供一些方案 讓所有的醫院醫護人員都能夠進一步使用到醫療級顯示器 這樣就可以減少誤判的機會 那我們的替代方案有分兩大類 一個是軟體校正,一個是韌體校正 那韌體校正的部分是可以替工廠或者是一些顯示器的廠商 或者醫療設備商可以克制 幫他們把他們既有的顯示器 把它做一個進一步的升級 像我旁邊這一套 某一家廠商他去外面 他自己製作的那個平板電腦 那經過我們的色彩調整 他可以變成醫療規格 可以拿來看X光片或者超音波內視鏡 如果有影像的話 那整個COST就降低 因為比如說你一台螢幕 你桌上型的螢幕 因為你可能要回到桌上才有辦法使用 那會造成說你一年下來可能頂多看個2000片的那個X光片 但是行動裝置的話你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那種醫學影像 所以會變成說你整個COST會整個壓低 你每一片每看一片的那個醫學影像 你所需要花在顯示器上面的經費 也可以完全的降低 那我們經過我們一次校正呢 我們可以support各種醫療模式 有包含內視鏡超音波X光 或者是MRI CT 那像外面大部分的醫療機顯示器 他可能就只能support一種 你買了就是forX光 要買就是for內視鏡 要買for超音波 那經過我們校正 你只要再輕輕一點 他就可以立即幫你做那個模式的切換 那接下來是為大家介紹我們的那個軟體 我們的軟體有分各種的模式 像待看或者內視鏡超音波各種模式 那現在這個畫面是校正前 我們選擇原始影像就是顯示器完全是校正前的狀態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脊椎的部分 影像不是很清楚 那經過我們的那個醫療校正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影像有變化 那脊椎的細節會更明顯 就會只要挺有かった 那我們只要輕輕一點就是選擇各種模式 那影像色彩馬上就會變化 劇集環境 那品牌的力量 但要嗎 我們只要輕輕一點就是選擇各種模式